熟悉演艺宽的观众对他的古装造型一定不会陌生 已经是非常的百变了 但当演艺宽穿上军装演起军人的时候 又会是怎么样子的造型呢 我们去他的新片现场看一下 娱乐新天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的好朋友演艺宽 这次在新戏战神之血染的青春当中 演艺宽饰演了一位军官 这座军官的自然要气宇宣昂的 所以军装皮靴一件都不能少 他们当天演艺宽正好有一场开车的戏 这原本不是什么难事 但看看这辆车 简直就是老咕咚中的骨灰鸡了 光是这仪表盘就让演艺宽摸不着头脑咯 那个是假的 这个假的 这个才是倒 好 放在上面呢 这个倒 这个倒 二月底演艺宽因为要接拍一部青妆戏 所以已经剃了个光头 眼前的这个造型全都是依靠了假发的 什么 你还没有看过演艺宽的光头造型吗 我的粉丝们就给我皮妹妹头啊 波波头啊 樱桃小丸子头啊 被大家玩弄一下挺可爱的 虽然这假发粘在头上并不舒服 但好在它还挺自然的 而且相比之前拍摄古装戏时的阵仗 演艺宽已经是欣慰了许多了 以前拍很多古装戏 沾了大头盗 沾了胡子 穿了好几层衣 穿上尾还得要打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近日演艺宽的被离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和妻子杜若西前往民政局办理琐事 被网友误以为办理离婚 对此演艺宽在否认的同时还告诉记者 忙完这一阵子 她和妻子即将着手宝贝计划咯 也开始真的开始打算这件事情 给自己一个长假 对 给太太一个长假 那如果有孩子 那当然是太好了 有了行天地山都采访不到